剛剛是開發人員 錄是聚集 錄完之後就是聚集 那你可以把你錄的東西執行一下 如果你看到的結果是長這樣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如果你錄完之後結果跟我不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重新錄一遍吧 OK比較快 把它刪掉重來一下 記得不要多餘的步驟 反正就一步一步的 因為錄聚集真的蠻無聊的 但是要很小心 你一個小地方做錯 你就是要重來 再來的話呢 這個錄完的東西放哪裡 其實你可以按下什麼 它底下有編輯 這個東西編輯 它就會呼叫什麼 呼叫那個Visual Basic 實際上 其實它就是 簡單講來以Sale幫你寫的程式 並且放在哪裡 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就是我們所謂的VVA 就是幫你寫的VVA程式 簡單講起來 那所以你看看編輯 它就跳出來 這個時候呢 就等同什麼 等同於你按一下VVA程式 一樣 那程式是寫在哪裡呢 是寫在你的專案 這個注意喔 以後慢慢習慣 它的專案管理員在這裡 你的專案就是這個檔案 它裡面的模組 模組裡面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程式是寫在這裡 那錄兩個就會兩個SUB 那頭在這裡 尾巴就會END SUB 名稱在這裡 這中間就是所謂的錄的程式在這裡 OK 那以後我們要寫的東西 寫這些東西 寫在這邊喔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知道位置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把這個什麼 把裡面的叉叉關閉 沒有對不對 你可以模組點兩下 它又開起來了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這個叉叉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如果你不小心按下這個叉叉 又不小心按下這個叉叉 那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那 基本上之前有同學 就不小心按叉叉 因為看到叉叉 就覺得手癢就按叉叉 結果他就覺得很悲劇 奇怪 沒有了 就想說關掉重開 會不會恢復正常 也是不正常 他有寫信問我說 老師這怎麼辦 我已經壞掉了怎麼辦 然後想說 就要把它砍掉 重新重灌office 我說不用啊 你就看檢視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叫專案總管的 他就 欸有耶 點下去 出來了 然後呢 裡面是個模組 點下去 欸又有了 OK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 沒關係 記得那個東西 叫做專案總管 檢視裡面的專案總管 就出來了 那我們的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以後寫程式 就是這樣的架構 那我們寫的東西 一定都寫在模組裡面 大部分創況都是寫在模組 那模組可能 可以是單獨一個 如果你有很多程式可以分類 你也可以寫在不同模組 那名稱也可以改 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按鈕的話 一定是sub 如果是制定函數呢 開頭可能叫function 可能叫function OK 大概差別在這裡 其他應該沒什麼太多東西 只要有些比較需要記得 我大概會說一下 好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想要把這個 變一個按鈕 這個變一個按鈕的話 該怎麼做 接下來最後 我們把這邊 欸剛剛講過 插入有沒有 請你找到 在這個插入裡面的左上角 有一個按鈕 就是這個 把這個按鈕按下之後的話 用拖拉的方法 就有點像那個 畫 小畫家裡面畫一個矩形一樣 點它對不對 它移到這邊 會十字嘛 你就 左上按住不要放喔 拖拉到右下 那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你要大一點 小一點都沒關係 其實空間很大 你就放大一點好了 放開之後 按鈕就出現了 不過它第一個會問你說 欸 請問你這個按鈕 是要執行 按下的話 要執行哪一個聚集啊 你跟他講說 我要執行這個 手機串接 但是呢 另外上面有個名稱 請你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複製這個名稱做什麼呢 你按確定之後 就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它叫按鈕3 那名稱不對對不對 所以點一下 把這個名稱怎麼樣 刪掉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複製嘛 所以 貼上Ctrl V 或按右鍵貼上 OK 這個按鈕產生了 那再來的話一樣 再加一個 清除 一樣把它複製 一樣把它貼上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 清除 執行 清除 如果你有這麼順的話 那恭喜你就做對了 所以你們今天 至少要把這個做完才能下課 沒有了開玩笑 如果做不完回去再做啦 還有就是說 回去的話可以找別的啦 你其他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你再把它做過 至少你要熟悉這個環境 因為以後一定會用到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從那個插入的左上角那個按鈕 去指定你要用執行的劇期 就是你剛剛錄下那兩個東西 那今天的這個練習 大概先講到這裡 但是還沒結束 下一個禮拜還用不到 所以呢請你把它存檔 存檔喔 下個禮拜從這邊開始 所以你這個檔可能還要存一下 不然你下一次 今天的東西沒有存到的話 怕下個禮拜會有一些 會有連貫的部分 你可能會找不到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